一看其實都已經八成是假的 我再檢查一下網上說 都是沒有入數的 我就跟她說 然後她就知不知對職業 幸好夠聰明 才保得住那兩部iPhone X 聰明女果龍 當場督爆片途 影相大反擊 全城期待的iPhone X一出路 除了大血一中果龍 更吸引了貪心的片途 做開網購生意的鍾小姐 訂了兩部256GB的iPhone X 即日在APM拿完機 打算放上網賺一下iFi 我在Facebook看到她說想收機 她就留了電話 我就WhatsApp她 騙徒聲稱是老闆 出價12000元 貴過市價2000多元 於是約實了鍾小姐 星期六下週四點 叫職員來黃大仙站跟她面交 她3點45元左右 她就無緣無故改了家用模式 說了一大堆東西 我們現在沒有那麼多現金 交給同事 那我現在過數給你 看到騙徒WhatsApp 將入數指過來 中小姐一看就知道不對勁 就算騙徒說要對一下最好 中小姐都是離遠反轉機給她對 騙徒於是打給老闆說 最好沒有問題 之後她就遞了電話給我 都是她老闆聽 她做假裝 就說 不是呀 我過了給你了 我現在先問一問銀行 之後她就收了線 中小姐去完櫃圓機對數 當場督爆和拍下騙徒 被釋穿的這位職員 立刻嚇到走隔不透 她的老闆又打給我了 然後我說 我也是查不到 之後她還在辯駁 她還說 我剛剛打到銀行了 啦啦啦 有破綻了 一分鐘又怎麼查到銀行數 就說 到中小姐說 你同事都走了 騙徒才施施然收線 想知做了網店三年的中小姐 是怎樣一看入數字就知道是假 留意下一個動新聞啦 在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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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